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嘴 众所周知 大嘴花是一个很强的植物 它会把一些小体型的僵尸给吃进肚子里 就算是强大的大爷也不例外 直接一口就吃下去了 但是大嘴花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大家知道是啥缺点吗 那就是大嘴花的手很短 碰到攻击距离很长的僵尸 它就只能在原地被动挨打 要是把豌豆射手和大嘴花夹在一起 变成大嘴花射手 现在这个大嘴花有多强呢 记得给大嘴来一波三流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吧 放在远处的普通僵尸 直接一口就被大嘴花给吃下去了 根本就不需要普通僵尸走近了 撑杆跳僵尸 直接连干带僵尸一起进了大嘴花的肚子里面 看看这个垃圾桶大嘴花能不能吃 这么大个垃圾桶直接吃下去了 大嘴花的这张嘴也太厉害了 一个字 绝 再来看看这个大棚车僵尸 这个大棚车僵尸 大嘴花就吃不下去了 只能一口一口地咬这个大棚车了 以大嘴花的攻击力 能不能干掉这个大棚车呢 并不能 还是差一点点 虽然这个大棚车已经全身都裂开了 大棚车开过来 直接就把大嘴花给压扁了 Z科技磁爆履带车 好家伙 这么大的电饭包 就给你这样吃下去了呀 垃圾桶 电饭包 这大嘴花真是啥都吃呀 黑暗骑士僵尸 这个黑暗骑士僵尸居然吃不下去 这个黑暗骑士僵尸看起来也不是很大呀 现在大嘴花又只能一口一口地咬了 不过黑暗骑士僵尸的防御力可是很强的 估计这个大嘴花又打不过喽 果然 这个黑暗骑士走过来直接一刀就砍掉了大嘴花 接下来就是普通巨尸 这个普通巨尸体现更加巨大 大嘴花肯定是吃不下去了 普通巨尸的防御力比不上黑暗骑士僵尸 不过血量比他高 大嘴花咬了这么久 他腰肿了一个普通巨尸的眼睛 这个大嘴花呀就是逊了 真的太逊了 看来大嘴花吃不下的僵尸 他还是打不过 他能打得过的全部都是他能吃下去的 所以他这攻击距离变长了之后 好像也没啥区别 不过他能报仇这个Z科技压制者机器人了 大家认为100攻击距离的大嘴花强吗 嘿嘿嘿嘿嘿